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迫陈松林夹蒜吃面包 不吃就是吃不惯我们东北的吃法 面对刁难的婆婆 松林一脸难色 吃也不是 不吃也不是 埋怨儿媳不能生孩子 让松林更是忍不住流泪 而在近日 陈松林更是直接给婆婆跪下 视频里 陈松林和老公回到家 婆婆刚开门 她就直接跪下 并连忙道歉道 我错了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张朵还摸不清头绪 但健壮本能反陪着老婆跪下 张妈妈将两人扶起 则到屋里板着脸对陈松林说 我就是生你的气 为什么你缠着我儿子不赶快回来 陈松林则是一脸陪笑 欲言又止的表情 站在一旁顺从听婆婆念叨 几集综艺节目看下来 大家都不由得替陈松林念了一把汗 心疼她在婆婆面前的卑微 毕竟有一个陈松林同款婆婆 相信没有几个女人能忍得了 可陈松林却应对自如 对婆婆的各种行为早就习以为常 可不管如何被冷遇 松林从始至终都是一声一声妈 喊得比亲闺女还要亲 不过网友们纷纷心疼起了松林 毕竟曾经是香港最炙手可热的女明星 如今却要这样放低姿态去讨好 但其实只要了解陈松林的过去 就会知道她也曾反抗 也曾倔强 如今变得温柔与随和 也不是妥协 而是一种过尽千方后的从容淡然 1971年陈松林出生于香港 本来家底还算殷实 爸妈是在印尼做生意的 可没过多久 印尼掀起反华浪潮 一家人辗转回到香港 落得家财尽散 打从松林记事起 一家人就挤在穷人专属的公共房里 日子过得很寒酸 但每天看着愁眉苦脸的爸妈 说话特别孝心 生怕被他们抓到拿自己撒起的理由 但即使她听话懂事 有一天爸妈还是拉到她面前 拉起她的手 把她丢到一个陌生的家庭 年轻的松林也许对抛弃 还没什么概念 她只觉得羊母对自己很不错 像这样 痴疮不愁 平静地长大 倒也不错 不过在15岁那年 她的人生变得不再平静 当全港有名的 叶倩文歌唱大赛开始招募 朋友们想到了平时爱唱歌的陈松林 松林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站上了舞台 这份好奇心帮松林俘获了那一夜 弥漫香江的灯光 她一如晚安一笔下的齐摇 不是高高赛上的女神 而是人们所能触及的平凡女孩 不是雕琢 却惊艳四座 果不其然 陈松林夺魁的新闻 占据报刊头条 各大影视公司的电话 一个接一个打上门 让那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而在潮水般的来电中 一个陌生而熟悉的声音 让她目的一正 是爸爸妈妈打来的电话 他们一改曾经的愁眉苦脸 堆满笑容的 把她接了回去 就在陈松林声名大噪 人生步入坦途时 她第一次表现出了 骨子里的倔强 我不想去演戏 这种想法简直匪夷所思 所有人都知道 趁着现在的热度去拍几部戏 很快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但松林想的是好好念书 毕业了像个普通女孩一样生活 这样朴实的愿望 落在父母耳中 原本的笑容陡然变了 紧接着是雨点般落下的拳头 他们把女儿接回来了 就是看她成名了 想让她给自己家挣钱 怎么可能容许她不去演戏 没过多久 松林被送到当地的警察局 警察看着她胳膊上 浸一块红一块的伤痕 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要不要告你的妈妈 松林倾着眼泪默摇摇头 我不会 只要她不会再打我就可以了 一次次反抗无果后 松林又搬回养母家里 在这时 一份天涯歌女的剧本 送到她的手里 民国传奇影星周璇的一生 在眼前铺展开来 松林双手变得颤抖起来 出生穷古人家 被父母嫌弃 被亲友拐卖 还差点被养父卖到妻院 最终周璇成为全上海 最有名的歌手 靠得不也是一股 不服输的心气吗 有过类似经历的松林 深深带入了角色 从周璇最初的落魄 到后来的风华绝代 她的表演 几乎让人看不出痕迹 一如四年前站在选秀舞台上 陈松林凭借天涯歌女 再次惊艳了整个香港 天涯歌女同名唱片 创下夸张的六百金销量记录 但谁又知道 剧本里周璇被之心抛弃 人才两空的结局 竟对陈松林有着某种欲试 处于事业巅峰系的陈松林 将个人事务 统统交给好闺蜜 杨母的女儿 关永梅大理 最好的朋友做经纪人 本事最让人放心的 可这个选择 最终让她跌入 人生至暗的深渊 不久 松林因为聘请了 一位要好的女友 做助理 被媒体带上风口浪尖 两人形影不离的照片 出现在报刊头条 有关她同性恋的传闻 甚嚣沉上 关永梅闯进松林的家 静止来到她面前 把当日报纸拍在桌上 你快点 把她给我辞掉 关永梅的掌控 月在这个时候 彻底暴露了出来 松林甚至从好闺蜜的脸上 看到逼迫自己 演戏的妈妈的样子 的确 她曾和关永梅亲密无见 但这次 她选择了反抗 关永梅的脸庞扭曲起来 她让松林滚 松林懵了 眼前这个女人 居然让她从自己的家里滚 但松林很快又木然了 这些年 她把关永梅当成亲人 不仅公司都打到她账下 就连房子都挂在她名下 在被赶出去的当晚 松林的行李 还没挨个检查 连烧指点钱的手表 也不准带走 深的痛苦莫过于此 我信你 信得毫无保留 你伤我伤得一无所有 松林的第二次倔强 败给了自己的单纯 无家可归的她 跪在地上崩溃大哭 妈妈 你救救我吧 也许她自己也无法理解 在最绝望的时候 自己会喊起曾经 让她同样绝望的妈妈 命运也无法解释 在出事的第二天 松林就偶遇了 久违的妹妹 松林的眼眶瞬间泪湿 这一刻 血浓与水的亲情 覆盖了伤痕 她仿佛离散的角落 突然看见路群的足迹 不顾一切地 奔赴父母的怀抱 距离上次回家 已经快二十年了 和父母和解后没多久 爸爸就病重去世 或不担心 松林自己也被确诊 子宫肌瘤 一方面为父亲的死而崩溃 一方面连自己的手术费 也凑不出来 只能强忍病痛 不停地拍戏攒前 也许是病情耽搁太久 最后手术虽然成功 却也因此丧失了生育能力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她一度 深陷抑郁的折磨 望着窗台 眼里是万念俱挥后的空洞 我想我就要死了 就在这时 一通电话 把她从窗台前拉了回来 当时 张学友想把此前 在香港大获成功的音乐剧 雪狼湖 改编成国语版 于是 想到了曾合作出演的陈松林 陈松林想了许久 最后觉得 如果还想走下去 只有舞台 才能给自己力量 刚下飞机 第一次来到内地的松林 动装希望 突然发觉 身边已经 没有可依赖的人了 她曾对抗亲人的抛弃 好友的背叛 而这一次 她要对抗的 恰恰是自己 饱受抑郁折磨的她 一回到酒店 就吐痛哭 她又倔强地咬紧牙关 一边捂着嘴 一边把剧本翻烂 无数个日夜 她都在超负荷的排练中度过 直到把嗓子畅哑 把灵魂呕空 最终 人们看到的是 故事里乐观开朗的宁静雪 而不是岁月中 命途坎坷的陈松林 而她 也在热烈的掌声中 彻底向过去的自己告别 从抑郁阴影中 走出来的松林 人生也随之绽放出玫瑰色 在一次剧组聚会唱歌时 她唱得高兴 情不自禁登掉了高跟鞋 跳到沙发上激情献唱 这一刹那的定格 吸引了一双年轻的目光 很快 剧组里一个叫张独的男人 来到她面前 我们可不可以交往一下 还在TVB时 陈松林可是名副其实的男神收割机 却从没闹出什么绯闻 可如今 看着眼前这个 比自己小八岁的男人时 她有些犹豫了 这个男人 年轻 英俊 她的感情 炙热浓烈 但谁又能保证 不是乍剑之欢呢 张朵并没有因此 放弃追逐的脚步 直到松林向张朵 坦承自己的经历时 她才从 那依然热切的眼里 看到了真心 这一刻她知道自己仍要对抗这世界 但可以选择握着一个人的手 用不那么倔强的方式去对抗了 事实证明 张独的爱不是一时兴起 结婚时多年 松林已习惯了 她站在眼前 为自己遮蔽风雨 她从不拿自己的年龄和生育问题 来渲染爱的多么伟大 相反 当有人质疑她不能生育时 她甚至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来 是我不想生 每当她上节目 丈夫更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大秀恩爱 给她满满的安全感 在和婆婆的相处中 婆婆越是刁难 就越显得丈夫的爱护 在这份甜蜜的关系中 陈松林的脑海 也会浮起从前的画面 曾经那样精密的关系 也遭遇过背叛 谁能保证 眼下的幸福能长久 张开怀抱 可能会被伤害 心非经验 又把所有的幸福的可能 拒之门外 能有什么办法 唯有用温柔 替代倔强 无去对抗人生的悲欢离合 而是好好 把握当下 她给自己算了一下 如果自己 还能和张夺 在一起20年 那么 就能在一起 吃两万多顿饭 所以她知道 现在要做的 就是和张夺 吃好每一顿饭 享受 每个两万分之一的幸福 温柔面对人生 虽然不能保证 苦尽甘来 却能保证 如果幸福碰巧来临 尼尔紧紧 抓住她的力量